穿著紫色短袖的男子 緩慢走進新北市這一處貨運行 發現黑色轎車裡頭沒有人 就在車旁鬼鬼祟祟 兩分鐘後轉身離開 發現他身上多背了一個鞋背包 就是在這個時候得手兩萬塊 這些錢才剛領出來 結果搬東西離開轎車三分鐘 小偷緊跟在後 錢就這樣子不翼而飛 相當無奈 只是竊賊一偷再偷 六天後在新維市板橋 再度犯案 在路邊尋找目標 隨機下手 同樣一選擇路邊的車輛 看到車門沒有鎖 立刻拿了裡面的包包 就徒步離開 最後他只拿走了貴重物品 把東西丟在350公尺外的敲傷 被害車主回公司辦事情 離車子10分鐘就早竊 凌晨3點20分報案 警方線上巡邏 30分鐘內找到這名61歲的理性竊賊 小電腦一搜 還發現他是竊盜通緝犯 但翻鎖之後 在他身上還找到其他陌生人的證件 這時他才坦承在其他地區已經偷過了 偏偏這回在板橋落網 疫情期間一般店面少開門 民眾都待在家 竊賊難找機會行竊 進而把目標轉向路邊的轿車隨機犯案 事後他攻城經濟拮据才當賊 只是這樣偷東西偷到被通緝 還繼續犯案 這回落網 前科累累 法官可能會刻意比較重的刑責 短期之內難獲自由 TVBS新聞趙明吳星彥 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並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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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開啟小鈴鐺